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19日圆满落幕 市长林友昌表示 陈伯会展期告一段落 并不是结束 而是新的开始 多数场馆及公共空间 会内化成为基隆市的城市魅力之一 让基隆持续朝进步的方向前进 以整个城市作为展场的 2022城市博览会 包含55个展览 艺术装置及上百场的精彩展演 加上日夜不同形式的观展体验 其期间限定的海上游城 短暖十天展期 吸引了无数民众参观 其中位于西二仓库的主展馆 起点城市中的沙坑里的秘密 最受大小朋友喜爱 不少外线市民众 也对基隆的印象完全改观 淘宝都觉得蛮有趣的 对对对 它可以 对对对 因为它结合一些QR Code 你可以把那QR Code扫描 看你淘到些什么样的宝物 那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我觉得还蛮有趣 而且小朋友会有比较 探索的一种乐趣吧 就有新奇感 而且我觉得它蛮厉害的 是它还可以去做QR Code扫描吧 就是真的有寓教于乐 其实去年跟今年都有来逛艺术季 然后有觉得就其实还蛮 以前就是基隆差不多就是这样 能玩的就差不多 但最近因为有这些活动 就是因为我在台北 就会觉得很近 就是可以来多来走走这样 这几年来是真的变化真的蛮大的 而且还真的有看得出来 有在用心办展览 这个我觉得这次的展览不输台北 就连基隆市民自己也认为基隆变漂亮了 却能保有小时候的感觉 因为我自己就住庙口 所以对十五分钟可以到的距离很有感觉 就是我生活的范围 对 那你觉得近年这个基隆变化了 变漂亮了 可是 可是还是保有以前小时候的感觉 包括九国驻华使节 与故宫博物院院长吴密查 都前来一睹陈博会风采 作为著名历史学者 吴密查认为 城市博览会把基隆近几年的 推遍做了最佳权势 我们看到这个林市长把这个港跟水的特色 给完全的展开来了 所以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可以领水领港的一个悠闲的都市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城市翻转的一个case 这个是我们基隆市完成了全台湾第一个城市 全市的3D的数量模型 十天的展骑导览了上百场 基隆市长牛昌讲到快韶瞎却乐在其中 而最让他感动的就是透过陈博会 让基隆能重新找回自信与功能感 愿意相信基隆的未来可期 更重要的是大家非常清楚说这七年多来的时间 基隆的城市的蜕变 不是天上掉下来也不是一处可击 而是经过整个市政府还有许多专业的团队 还有很多人一起共同努力 所达成的一个成果 我想这一部分值得大家来珍惜 那我相信基隆所有的市民 甚至是包括已经离开基隆的基隆人 其实这几天大家都回来看基隆 那全台湾的这个社群的网络 几乎是被基隆城市博览会所洗版 所以大家赶来基隆看这个城市的一个推变 那我觉得最有成就感的是 大家看到基隆的改变 也相信他们自己所处的一个城市 也有改造也有进步的一个希望 那更重要的基隆人找回自己的一个光荣感 让基隆未来的进步可以持续下去 短短10天的展棋让民众意犹未尽 对此基隆市长刘昌强调 基隆市举办城市博览会 与其他县市不同 在于不会因为展棋结束就归零 包括成绩转运站 国民广场 要在司令部与正兵 渔会大楼等 都会留下来 未来也会有新的策展 成为基隆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整个城市就是我们的展场 所以10天的城市博览会结束之后 并不是一个据点 而它是一个新的起点 也就是这些场馆 或者这些公共的空间 在未来都会有新的团队 会进驻 也会有新的策展 所以整个城市的发展 跟整个城市的魅力 它已经是融合成一部分 然后会继续的延续下去 以国门展区主展馆 起点城市为例 总策划观光及城市 行销处处长曾志文表示 虽然市内展场西二仓库 是向稿公司借用需归还 不过展出内容将妥善保留 像这一片参观民众 最爱合影的大型童子艺术 就将与创作的艺术家合作 转换为另一种形式保存 请艺术家再把它回收 同时再赋予他一些新的意义 那这个艺术家正在构思中 等他做好了以后 他也会送给这个基隆市政府 那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们的这里面 也有蛮多的挂轴 那这个挂轴呢 其实是把整个基隆的生活的 很重要的代表性的这些元素 来做一些策展 所以这些挂轴呢 我们也会把它留存下来 创下数个全国第一的 这场城市博览会 在举办期间 家贫如潮口碑爆棚 各大社群也被相关新闻洗版 刘昌强调 城市博览会证明 基隆能做到 其他城市也做得到 希望借此分享城市改造经验 鼓励台湾其他县市 能更有信心推动翻转改变 记者张琪辰基隆报导 而2022城市博览会 C展区朝景公园 6月18日有一场风光雨海音乐会 多组的独立乐团及音乐人 展现雄厚的实力 与聚集各地环保摊位的市集 吸引了许多民众 在开阔的草地上野餐 开心享受基隆海洋的浪漫休闲 乐团轻快的乐声让人沉醉 这里是朝景公园 正在进行2022城市博览会系列活动的 风光雨海音乐会 除了邀请多组独立乐团 与知名音乐人 带来最棒的演出外 周边还有集结各地 以绿人及海洋环保为主题的摊位 许多民众从下午开始 就来到这一处广阔草地 边野餐边享受基隆无敌的上海美景 只说很棒 很不错啊 大家的景点很漂亮 然后有可以听到喜欢的乐团 天气刚好也很好 还不错 在海边啊 很舒服的环境 谢谢基隆把城市同时在发展 但是把大自然也保护得这么好 所以无论无作今天想要送 就是市长我们的 我的专辑生存法则T恤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我用二手的衣服做成的环保袋 基隆市长尼友昌也出席这场音乐会 并与智力推广环保的创作歌手吴文芳交换文创礼物 邀请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 更期盼透过陈博会系列体验活动 让来到基隆的民众 都能感受到海港的温度与浪漫 这个系列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你看从今天下午的一点 一直到现在已经晚上 满满的都是人 我想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海港城市 是一个海洋的一个风情 那另外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又特别强调 要永续跟环保 所以以及这个简单生活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的所有的摊商 都是以这个唯一一个理念 相关的一些工作室 或者相关的一些创意的工作者 那今天满满的这么多的民众 其实都支持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们很开心透过城市博览会 也能够传递新的价值 然后也鼓励大家重新认识基隆这个城市 所以今天满满的都是人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从下午一点到现在 大家都不想离开 记者张旗腾基隆报道 再带你来看民进党宜兰 县长参选人江聪渊 和县议会党团到基隆 参访城市博览会 江聪渊推荐立委蔡世英 是第一名的立委 和市长林永昌一起建设基隆 由蔡世英接棒最为合适 对 代表民进党参选提然县长的江聪渊 参访城市博览会 收到市长邮昌和立委蔡世英热烈欢迎 其實應該是作為台灣跟全球競爭的一個發動機 市長李宥昌當期的導覽員 將重圈看到基隆這幾年的轉變 基隆也是台灣頭 也是一個國際接軌的城市 很重要 所以我們看到執政者有這麼好的一個能力 今天也特別來取經 也希望說學習宥昌的這種執政 最好的成果成績 在我們宜蘭也可以來做最好的一個學習連結的關係 最重要是說看到一個在結合台灣發展上面 有很多中央的資源跟地方相互結合 這個是非常重要 基隆有港口 有國道 也有軌道 相關的建設的鋪陳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說我們能夠 這個基隆宜蘭其實就是相連結 而且有很多的宜蘭鄉親都在基隆這邊任職 或者來這邊安居樂業 江崇淨對蔡世音讚譽有加強調她是接棒基隆的國人選 世音在立法院是第一名的立委 各項的表現都是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在替基隆爭取預算上面更是不予以利 我們看到這個佑昌有這麼好的一個執政成果 其實跟世音委員是有連帶關係的 他用最大的力量爭取很多的預算 在整個建設鋪陳上面有一番成果 所以這個等於也是替他自己再打下未來要執政的一個基礎成果 所以由他來接棒這個是最適合的一個事情 他對基隆的了解對於這個基隆的未來 對於預算的爭取整個鋪陳他都遼落執掌 比如說就基隆來講發揮海港城市的優點 發揮大台北都會區裡面移居城市的優點 而宜蘭可能就發揮他獨特的角色 甚至大台北都會區裡面大家在六日最想要去的一個地方 但是這個還有相關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這個都是我跟崇淵兄未來 如果有機會的話在我們各自的領域裡面 必須要好好的來努力的一個方向和目標 這個蔡聖英委員接下來要接棒參選基隆市長 那我們江崇淵 接下來是我們的宜蘭縣長 所以非常歡迎他們來 然後我也跟他們做一些市政上面的交流跟分享 我想這個一棒接一棒棒棒是強棒 我希望他們兩位都能夠接棒來繼續基隆市政 以及宜蘭的一個蛻變跟發展 那我對他們兩個的專業 還有他們政治上的能力也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非常謝謝 歡迎他們今天來做這個訪問 蔡聖英和江崇淵合體 已經打算共同為基隆和宜蘭縣的未來建設全力以赴 記者 洪少明基隆報導 而距離年底選舉不到半年的時間 民進黨中選會已經確定 將徵召立委蔡聖英參選基隆市長 對此市長林友昌表示 蔡聖英是接棒延續基隆市政的博爾人選 他對蔡聖英很有信心 立法人蔡聖英陪同基隆市長林友昌 向故宮博苑院院長吳密查等來賓進行導覽 2022城市博覽會最後一天 參觀人潮持續湧進各展區 蔡聖英表示 春博會就是林友昌市長翻轉基隆的最佳證明 對民進黨中央選委會決定將徵召他參選基隆市長 蔡聖英強調將接棒繼續帶領基隆前進 過去這幾年來 因為有宥昌市長 所以讓基隆做這樣的一個改變 昨天選對會建議徵召適應 代表參選下一屆的基隆市長 市應在這邊 要感謝選對會的我們的召集人 蔡英文蔡總統蔡主席 還有我們選對會的各位成員 更重要的我要感謝我們市長的推薦 基隆市民的推薦 讓市應有機會 能夠繼續在宥昌市長的基礎下 為基隆市民而努力 我們接棒一起加油 基隆市長 林友昌則指出 蔡聖英是延續基隆建設的不二人選 她不僅是公都盟 評鑑優秀立委 更與她一樣 具有都市計畫專業背景 她對蔡聖英有信心 也對未來基隆進步有信心 我覺得蔡聖英是不二的人選 也是能夠接棒我 把基隆的一個建設跟改變 這個延續下去最適當的一個人選 那基隆在我主政之前呢 國民黨主政了數十年 但留下的是基隆的殘破 那在我執政之前十年 基隆市的負債 在國民黨執政時期是年年舉債 在短短十年之間 舉債超過了一百億 但我執政之後呢 不只把基隆市的負債 從過去的負一百二十四億多 現在降到不到七十億 另外負債的比例也從事七點三六 現在降到不到百分之三十 我想城市有非常大的一個改造跟蜕變以及重申 但我們還把過去國民黨遺留的債務 把它做得大幅的一個解決 我想這個就是執政的一個能力 那化不可能為可能 這樣子的一個未來性 我想一定必須要延續下去 那蔡聖英委員呢 是我們公都盟所評鑑 在立法院裡面 表現非常優秀的這個立委 所以由他來接棒基隆的一個市政 在我後面呢 繼續把已經破壞好的這個藍圖跟院景 把它延續下去 那我對蔡聖英有信心 然後也對未來基隆的一個進步跟發展 有信心 對於辯論會議題 蔡聖英也做出回應 沒有所謂誰下暫停 誰不下暫停的問題 我們很期待媒體就相關的議題 能夠彼此的討論 這也是讓市民更加的了解 基隆的發展跟進步 我覺得基隆的發展跟進步 就是要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論述 以及讓市民來看到 我覺得這也是基隆人 最值得驕傲的一個地方 至於年底選戰最大挑戰 蔡聖英表示就是不要讓基隆再走回頭路 他會在林佑昌市長創造 有史以來最好的基礎上接棒 繼續努力 因為林佑昌創造了一個基隆 有史以來最棒的 這樣的一個執政的成績 但聖英做一個基隆選出來的立委 也是唯一的一席立委 我們的工作就如同剛才市長講的 接棒佑昌市長繼續在基隆的努力 而不是讓基隆走回國路 所以我最大的挑戰是什麼 不要讓基隆走回國路 不要讓基隆走回國路 這就是蔡聖英最大的挑戰 記者張祺潭 基隆報導 再等你來看 基隆市議員陳維仲 宣布參選基隆市長後 收到前例委謝國良辦公室的邀請 進行市政辯論 於是陳維仲就清送市長參選人辯論會 承諾書給謝國良 希望來一場理性辯論 基隆市長參選人陳維仲 跟競選辦公室發言人江欣怡 一起到謝國良的辦公室拜訪 期盼透過公開市政辯論的形式 讓市長選舉聚焦於願景跟政見 那其實老師講 這一次我的參選 是要代表青年世代 來跟所有的候選人 進行一場就是有品質 而且深度的政策辯論 讓市民可以透過公開的機會 可以來透過辯論來選擇 就是我們真的認同 而且能夠代表我們的基隆市長 我們儘快來協商辯論的方式 是 因為基隆 我這次要參選的時候 我也跟議員報告一下 就是基隆大概有史以來 從來都沒有過市長的深度的政策辯論 我們一直都有的就是公辦政見的發表會 我們一直都有的就是一個公辦政見的發表會 不過我是覺得說 真正要靠像總統大選 或者像美國總統 最愛看美國總統大選的辯論 或者總統大選 這樣才可以把一些政策 能夠大家具細靡的討論清楚 讓市民選出最適合的候選 所以我也接受他們給我的 不管是邀請還是承諾 我們進出來討論一些細節 那我想先跟這個成為眾議員來辯論 然後接下來有更多的參選人的時候 我們也期待有更多的一個辯論的機會 就是深度的辯論 讓市民可以多了解每個候選人 因為這個是基隆政壇應該要有的一件事 是 那其實我們也很開心 因為真的是基隆市非常難得 有這樣的深度的辯論的機會 那我們也希望是說可以像 非常多的進步國家一樣 我們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公開的角落 跟市民一起一討論 我們的政見是什麼 那是透過辯論的過程 讓市民選出真的能夠代表自己的市長候選人 而不是只是口水之爭 這些事情真的非常重要 換來罵去沒有意思 還是要真的有辯論 是 所以是先一對一 對 我覺得可以先一對一 我認為其實跟所有市長候選人都非常歡迎 我們是希望來創造一個不一樣的政治文化 可以討論 我是開放的 因為我們不曉得其他的意願 也不勉強大家 所以了解 如果大家都有意願 大家都一起來辯論 這樣會更好 記者黃日生 基隆報導 在您的心目中是什麼模樣呢 您如何在新許的蛛絲馬跡中 發掘這一座港城所發生的故事 您想透過什麼不一樣的方式 描繪出基隆這一座城市展新的發展 每日基隆影片偵選即攝影比賽活動 在今年已經邁入第五屆喔 分為影片偵選攝影比賽 總獎金高達45萬4千元 還在等什麼呢 趕快來參加吧 詳請請下活動官網 基隆慈明寺已有130年以上歷史 祖寺觀音佛祖 配似地藏王菩薩以駐聲明廟 信眾遍布北部各縣市 香火相當鼎盛 慈明寺的觀音佛祖相傳特別的靈印 信眾時常來參拜 商客們也篤信大慈大悲的 觀音佛祖佛法無編 能變化牽手牽眼來保佑眾生 並激世督眾 收看節目時 如出現畫面馬賽克 或斷斷續續停格現象時 可依下列步驟確認 檢查數位機上和後端 有線電視訊號線是否有接妥 並依順時針方向轉緊 如果仍然異常 請先將數位機上和後方的電源線 拔下5秒再接上 從開機期間 無需使用遙控器切換 數位機上和重新開機 等待一到兩分鐘後 燈號會由紅燈轉換為綠燈或藍燈 開機完成後 請確認節目播放是否已正常 若仍然無法排除 請來電客服中心 由專人協助確認 你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網速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基隆城市博覽會中 市府教育處培育小小導覽員 其中假日的雙語導覽很受矚目 學生們透過自己觀察 資料收集 用雙語向觀光客 可接受基隆之美 今天我會告訴你 鄭兵教育員工廣場 請跟著我 鄭兵教育員工廣場 鄭兵教育員工廣場 是基隆中正地區 你們知道當地建立的建立嗎 鄭兵教育會大樓外 學生拿著自製的手寫版 詳細解說大樓的歷史 來自外縣市遊客聽得津津有味 而負責導覽的是他 中山高中國中部的張以祥同學 經過幾個月的準備 加上十足的勇氣 終於在陳柏期間 當起了英文導覽解說員 首先這個活動 從去年就已經開始有要舉辦 但是後來因為疫情的關係 一直往後延期 今天終於可以實體的呈現 覺得很開心 至少有成果 那我覺得這次導覽員最難的地方 應該就是要有臨場反應 因為遊客有可能會提出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臨場臨時的回答 不能只是像演講或讓步 把稿子背起來 然後念出來了 很高興有機會參加這次的導覽活動 那在準備的過程當中 學生非常的認真努力 主動搜尋資料 那把資料的部分呢 都全部轉成英文 那也自己做了PPT 那學生在這個過程當中 學習到很多 就是對基隆這個家鄉這個城市 也有更深層的認識 那也非常感謝基隆市政府 就是給我們有這樣子的機會 讓學生可以有一個很好的舞台 可以展現他們的能力 基隆城市博覽會登場 市政府積極培育小小導覽解說課程 其中學生們用英語口說 加上肢體語言 台風穩健 也讓不少遊客刮目相看 城市博覽會 我們有一群小小的導覽員 從一年之前就開始培訓 他們決定自己導覽的主題 上網搜尋資料 寫導覽稿 練習英文口說等等 我們覺得這樣的活動很有意義 除了提供孩子展現的舞台之外 他們也會更認識自己的家鄉 在城市博覽會的四個假日 小小導覽員們 在四個展區為大家服務喔 透過孩子的設計角度 用雙以來詮釋 就用普及歷史 也培養他們的自信心 替未來與國際接軌 做最好準備 記者黃紹明接龍報導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聞 也歡迎您到中家新聞的臉書 及YouTube按讚 就能及時獲得最新的在地新聞 另外我們也與FNN輕鬆電台 96.9聯合直播 歡迎準時收聽 非常感謝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鈞 祝您一切平安 我們再會 怎麼叫啊 怎麼叫啊 网速只能降咯 不能降 那就快换中加寬屏吧